不 鬼面王嘀呼一声 下一刻已被巨石砸至地底 旁边正好是小桃后 他已是全身浴血 看着自己笑道 你终究还是没能逃掉啊 我可不像你这种废物 鬼面王厉声道 一只右爪抓起铁血战刀 正想将巨石击碎 但就在这时 铁血战刀突然发出一声清鸣 似是知道要发生什么似的 脱离鬼面王的掌控 向空中飞去 回来 鬼面王绝望地嘶吼着 然而 任他如何呼唤 那刀也不会回来 回头望去 就见冥界之门中 密密麻麻的鬼物 还在不断地涌出 如海巢般席卷而来 将一种妖王尽数淹没 天空中的火焰 仍在继续燃烧 引眼妖黄的哀嚎声 越来越低 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看着那一堆被葬神宴 燃烧干净的灰烬 唐杰 叹了口气 这葬神宴对敌 就是这点不好 不但不好控制 而且威力大到 连个尸体都留不住 一味妖黄的尸体啊 可就这么没了 虽然唐杰也很想 用柔和一点的手法 来消灭引眼妖黄 但对手的实力实在太强 念动法声的境界 使得唐杰根本不敢留守 如果为了战利品 而导致让隐眼妖黄逃出生天 那才叫冤枉 此刻最后看了一眼那灰烬 唐杰正要离开 突然 一个冰冷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响起 想走 你真以为就这么杀掉本黄了吗 冰冷的声音 让唐杰一阵头皮发麻 隐眼妖黄 他还没死 急转身 就见身后一片灰烬 已重新动了起来 在空中飘荡着 堆出一个人形来 接着就见虚空中 飘出一道淡淡虚影 赫然是隐眼妖黄的模样 就这么飞入灰烬中 于是 天空中有无数光点 一起向着灰烬中融去 与此同时 随着大量星光的涌入 灰烬人形 便一点点显出人的模样 不 这不可能 唐杰脱口而出 一直以来 都是唐杰让别人说这话 但是今天 他终于有幸 发出了同样的惊呼 有什么不可能的 正在重新恢复人形的 隐眼妖黄 看着唐杰的 你难道不知道 入了子府 就是有两条命的存在 魂命 唐杰的眼神骤然收缩 所谓子府 其实就是灵魂实体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 在道家有另外一个称呼 就是元婴 即修炼元神 显化婴儿 究其实质 其实就是灵魂实体化 故 子府第一阶段 为育婴期 育婴者 培育元婴也 元婴继承 修者 就相当于拥有了两条命 一条是肉身性命 称身命 又或周命 取苦海度人 以身为周之意 这具皮囊 便视为周法 用于度人 不过 就算是修成元婴 这肉身 也是轻易丢不得的 一条是元婴性命 称魂命 又或本命 被看作是修者之本 哪怕肉身消亡 只要元婴还在 就可暂时存续于天地间 所谓的夺舍 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在这之前 没有培育出元婴的人 是没有夺舍的资格的 不过 夺舍极为凶险 育婴期的元婴还极弱 行夺舍之事 几乎是自寻死路 对修者而言 身命若失 如人师周法 在苦海之中挣扎求存 本命若失 重则当场死亡 轻则如成白痴 浑浑噩噩 唯以本能形式 与野兽无异 这便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银眼妖黄 身为分神 自然也是有本命的 但此刻听了妖黄之言 唐杰却摇头道 这不可能 葬神宴无所不分 连神魂都不放过 就算你有本命 也未必能逃离葬神宴 何况 我也从未听说 本命有再速躯体之功 本命的作用 在于增长神识 勾连天地 念动法生 却不是生命之根基 本命才是 失去身体 纯以本命 是不可能 重塑身体的 否则 那些子府大能 在失去肉身后 也不用多舍了 再造一个就是了 紫眼妖黄 已是黑声道 那就多亏本皇 辛苦多年炼成的 不死天诛了 说着 他眼目中 陡然献出一丝愤怒 与憎恨的光芒 这不死天诛 是他以自身内丹 为基础 炼制而成的一件神器 拥有不死之威 再造之能 不过 只能发挥一次作用 正因此 他才来了这里 寻黑檀花 此物 虽然对子府 及肉身的作用 已然不大 但若能加以炼制 融入他内丹之中 当可补全遗憾 使这不死天诛的作用 由一次转为多次 没想到 黑檀花没得到 一条命 却先被唐杰给斩了 导致他千年光阴 炼成的不死天诛 就这么耗掉 又怎能不心疼呢 此刻 看着唐杰 隐眼妖皇 恨不得引其血 但轻肉 错其骨 虽然不知道 不死天诛 是隐眼妖皇 以内丹为根基炼成的 但只要看妖皇 那愤怒 不舍 凶狠的样子 也能猜出来 此物 应当不是那种 可以反复使用的神物 意识到这一点 唐杰心中 反而安定了一些 也就是说 我还得再杀你一次 才能彻底杀死你了 隐眼妖皇 怒急返笑 好大的胆子 你若有那个本事 尽管来便是 本皇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本事 再杀我一次 说着 他双目一瞪 隐眼中光滑大放 一片汹涌灵巢 一向着唐杰 直接涌去 没有法术 没有属性变化 隐眼妖皇选择的 是直接调用着天地间 最本源的灵力 汇聚成海 就这么堂堂正正的压过来 他要用这种方式 直接碾压死唐杰 唐杰却是逃也不回的 向空中飞去 他刚用过灭魔拳 短时间内无法再战 只能走为上策 此刻 身体化成一道流光飞去 要多快有多快 自出道以来 唐杰还从未有过 如此权力逃跑的时候 灵巢 擦着他的脚底涌过 阴眼妖皇 抬手望向空中 眼中闪耀着仇恨的光焰 低声语道 你跑不了了 目光锁到处 一片风起云涌 一道道雷霆闪电 在天空跳跃 大片的狂风 席卷出一片天地之威 更有暴雨 在云端出现 呼卷而来 这些风雨雷电 看似普通 却每一个 都凝聚了一位 妖皇的无上威能 哪怕只是一滴雨珠 都有着洞穿天地的 可怕威能 当一阵风 卷过下方一个山头时 整座山峰 都在这风压下 被绞成粉碎 天空就这样 在这位 妖皇的怒火下 变成了人间炼狱 恐怖的风暴 如银眼心中的怒气 在疯狂肆虐 演化出惊天杀鸡 唐杰却是 逃也不回地 抛出遗物 正是云母战魁 云母战魁 在先前 抵挡妖王之后 便被唐杰收起来 恢复 消耗 即便是最后 击杀银眼妖皇 也是没用 因为唐杰的 石之道 不可能将 云母战魁的攻击 也纳进去 此刻 却终于是 再度启动 云母战魁 一出现 全身所有星光 便一起闪亮 以自体为中心 竟形成了一片银河般的魅力美景 每一道阵纹 都流淌过充沛的灵力 每一个法阵 都运转出最大的力量 全部的一百零八个法阵 在此刻 同时发挥作用 即便面对七妖王联手的时候 云母战魁 也从未如此做过 却在此刻 毫无保留地 绽放出自己最大的威力 面对着天地间 汹涌而来的大潮 星河也向着四方散去 弥漫星光所至处 风霄雨歇 不仅如此 星光更向着 银眼妖黄所在处蔓延过去 银眼妖黄霜 霜目如电 好胆 背后 背后牵手已然在线 哗啦啦 迎向身前 组合成一个圆 平平向前推去 这圆 便如黑洞 云母战魁 制造的星河 遇到黑洞 竟是被一起射了进去 无意思触到妖黄本身 来自云母战魁最强的一击 竟然就这么被破解了 下一刻 银眼妖黄哼了一声 天空中刷的现出一道闪电 那闪电在出现后并不消失 而是凝聚出一把巨大的闪电长矛 对着云母战魁刺下 荒狂电光打在云母战魁的身上 打的云母战魁也是全身爆闪 至少六个法阵被同时瘫痪 在修复之前 再也无法使用 这雷鸣电矛 竟是对法阵有着直接的破坏作用 银眼妖黄 一趁势向空中飞去 追杀唐杰 就在他飞起的同时 云母战魁腿部星滑在闪 以扑向妖黄 滚开 银眼妖黄抱贺着 牵指手臂同时张开 一起拍向战魁 云母战魁也是无惧无畏的迎上 云母战魁不惧死亡 只要能量还在 就会坚决战斗到底 两一轮转中 两枚上古星河一起发出光亮 为了阻止妖黄的攻击 已是再不考虑蓄战问题 而是不惜损害的全力以赴 鬼魏眼中的两点幽芒更是闪烁出药木的星光 一只缠绕着鬼气的金属手臂 已是直刺向 银眼 幽冥鬼爪 噗 轻微的破风声中 银眼妖黄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 低头看去 只见一只手臂已突破了牵手防御 竟然插在他的右侧腹部 一具傀儡竟然也能伤了自己 银眼妖黄脸上黑气在现 他突然抬头仰天 发出一声怒吼 这吼声带着极度的愤怒与憎恨 一片黑潮已从他体内泛起 如海浪般涌出 轰砸在云木战魁的身上 战魁身上暴闪出一片法阵爆裂的光滑 就像个狮子般 被这恐怖浪潮击飞 在空中掠出一道光滑 瞬间鸿飞渺渺 消失无踪 一击震飞云母战魁 银眼妖黄仰头看去 早就没了唐杰的踪影 他也不急 直接放开神念 唐杰的身影历时出现在石海 却是依旧在头顶 只是一直向着高空中飞去 哼 上天无路 我看你往哪儿去 银眼妖黄哼了一声 以寻着神念追去 论速度 他可比唐杰快多了 一路近飞 不断拉近着与唐杰的距离 却见唐杰依旧向着天上直飞 距离那护界刚风 已是越来越近 银眼妖黄威恶 立刻意识到不好 他只怕不是唐杰心急乱逃 而是早有预谋 与唐杰接触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银眼妖黄已经意识到 此子性情果断 有手段摆出 先前利用自己的轻敌大意 一套九绝杀阵 连击就是明正 现在不惜一切的向上飞 只怕真有在刚风中自保之道 考虑到他是体修 阴眼妖黄多少有些明白了 估摸着就是身体强悍 能够在刚风中撑得一时半刻 由于刚风威力太强 神念也无法穿透 他只要进入刚风层 在刚风中飞出一段距离后 再离开刚风 就可以逃脱自己的追杀 当真是打得好算盘 想明白这一点 再看堂杰 已快要进入刚风层 阴眼妖黄大喝一声 还是给本黄留下吧 天空中白云变幻 已画成一只大手 对着堂杰抓去 要拦我可不容易 堂杰一笑身形一闪 已画出上百个字迹 正是复制术 先前因为力量耗尽 而无法使用 逃亡这一会儿 已借助药物恢复了一部分 终于可以施展 上百个堂杰一下散开 那大手轰然拍下 一击便灭掉了数十个 却还有更多堂杰 已是像飞向云端 阴眼妖黄左顾右盼 一时间竟无法分辨 哪个是堂杰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堂杰 消失在刚风之内 你跑不了他 阴眼妖黄脸上 杀气一闪而失 说着他身形晃动 已现出原形 却原来是一只 身长百丈的超大蜈蚣 在空中盘旋着 发出嘹亮的嘶叫 然后一头钻入刚风层中 进入刚风层 阴眼妖黄就感到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四面八方而来 其威能之强 力量之猛 丝毫不逊于一个 同级强者发出的攻击 最要命的是 这种攻击是无法躲避的 身在刚风里 就必须时时刻刻 面对和抵抗这种攻击 好在 阴眼妖黄已有准备 在进入之前 已化回本体 本体肉身强大 此刻更是用出了 地火重连心经 这门心经 是一位妖族大能 为妖族开创的 强大心法 威力强盛 神奇无比 阴眼当年 就是在开治后 无意中得到这门心法 才得以一路晋升到现今 其实说起来 妖族修炼从来不易 他们能够拥有功法 素来极少 大多数妖族 都是依靠天赋本能来修炼 而极少有成系统的心法 正因此 这青云界妖族数量 总数倍于人类 但在高端战力上 却不比人类多出色 始终是三三之局 也就是百年之前 才又有两位妖旺出世 打破了平衡之局 可惜 又受困于天道士蒙 无法轻易出手 用出地火众莲心法后 隐眼妖旺身上 现出一片朦胧的 淡金色光滑 那些刚风 在吹到他身上后 便被这些光滑弹开 虽然青云界的刚风 是要化神漆的子府 方能度过 但这指的是完整的穿过 却不代表 下级修者一处即死 实力不够 那就支撑的时间短一些 以银眼妖黄的实力 要想穿过整个庞大的 刚风群 自然是找死的行为 但要只是在刚风中 小坐停留 显然是没问题的 此刻挡住 护戒刚风的清袭 银眼妖黄 运足双目 向空中看去 在此地 神念效用大简 唯一能依靠的 只是肉眼 他既被称银眼妖黄 一双妖目 自有微能 此刻 运足目立下 一看到唐杰的身影 正在刚风中穿梭 他竟然还在上行 好大的胆子 银眼妖黄 哼了一声 银目中再现光滑 却是一点风暴 正在生成